今天的影片是关于我对Samsung A33体验上的一些分享 是的,我又换手机了 不过这次跟前两次不一样,不是买来试用而已 这一台我是要留着自己用的 所以这个影片我只是顺便拍一下这样子 先讲一下为什么会选这台Samsung A33来挡我自己的手机 首先,我的这台旧手机 荣耀石,它已经不太可靠了 它有一点不太寻常的慢还有卡顿 我会讲不太寻常是因为我妈妈用这荣耀20才比它新一代而已 完全不会卡,我都不懂这一台为什么卡到这样 它电量现在也掉超快,一天要冲三次 然后最严重的是它竟然在我开车看Google Map的时候过热关机 所以我就很需要一台新的手机 上一台试用的Nothing Phone 1,我是真的很喜欢 很想要留着自己用 习惯了原生Android和那个Flip to Glyph真的回不去 不过没有改不了的习惯,有的话就是你不够穷 所以我就迫于各界压力把它卖掉了 开始物色型的手机 我对选新手机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它的价钱够低,还有够耐用 或者说它的可靠性可以维持得越久越好 印象中的中国手机都不太耐用 我个人的看法啦 不要中国手机的话我可以选的牌子只有 Samsung,苹果,Nothing,Sony,还有Asus 在这些里面除了Samsung因为其他的都很贵 所以我的选择其实也不多啦 最后就买了这个Samsung A33 讲真的在要付款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因为我其实对Samsung这个牌子蛮有意见的 上一台Samsung手机是Galaxy玩的 哇它连了WiFi过后就是个砖块吧 整个卡到不行 我知道大部分人对Samsung也有很多看法 比如说你看那个高通的888还有8Gen1 被它做到那么好 还有这种便宜手机配高像素的相机 感觉其实拍照就很差 其他手机现在随随便便就算Snapdragon 870或者天玑8100 这一种入门手机就用入门处理器感觉起来就会很卡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真的有那么烂吗 先看Exynos 1280这颗入门处理器 目前只用在A33 A53 M33这三款手机 我原本的想法是花个1000块买手机 哎呀要求不要太高啦卡就卡 用个一年半就换掉当做是过渡机 不过我用了这4个星期 哎呀它真的完全没有卡顿耶 需要的app都已经安装了 包括那些被我藏起来的app总共有60个 这样也不卡 我只有在几个情况下会觉得这个处理器的性能不够 像是我开淘宝的时候需要多等个1-2秒 不停切换app的话也会比较慢 不过我很少这样做啦 还有玩原神低画值60fps也玩不了 画面都蛮卡的 除了这几个情况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玩玩小游戏那些它也是很顺畅 它的功耗也蛮不错 我日常用screen on time都有接近6个小时 不过我几乎是没什么在玩游戏啦 所以跟之前Nothing Phone 1的778G比起来 它是稍微输一点 Nothing Phone 1的电池也比较小 20%充到满大概是一个小时 用这个Ugreen 30W 手机来的时候没有给充电器 不过没有关系 它很便宜 不像那个谁 刚才讲到A343的相机看起来就感觉不厉害 哎我还真的没有看错 手机的拍照能力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手机基本上都好不到哪里去 A343拍的照片不怎么讨袭 大多数不是对比度太高 就是颜色太浓 偶尔Wide Balance跑掉 你看这个天空也是有够夸张的 那么难 录视频的话常常都是太亮 不然就太暗 当然它偶尔也有发挥正常的时候啦 所以对我来说日常用是够的 反正我也就拍拍食物 拍拍小狗 淘宝的战利品啊 阿嬷的讲座会这些 分享给家人朋友看而已 它相机的画质不会让我想要分享去 Instagram啊这一些social media 哦如果你很在意照片的高清度 它的4800万像素是真的有比较高清 除了相机A343还有几个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开箱这台手机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原装的USB线 哎呦Quality好差 真的很像盗版货 Samsung你有必要这么节省成本是不是 这台手机也没有耳机孔 这个我已经看开了 这群傻逼手机厂商 所以我买了Ugreen的这个Type-C转耳机孔的转接线 以为终于可以用耳机了 很兴奋的接上去 它竟然用不到 我在备胎手机上面试了 它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用的 我上网查了一下 原来好像只有Samsung官方的转接线可以用 哇这波操作真的是 在官网看到其他人的review 用了一个月就坏 更夸张的还有用了一天就坏 我当然不跟官方买 我之后就在拿着到花8块钱买了这个 号称是官方转接线 它可以用没有问题 只是音质普普通通 不过总好过没有啦 屏幕的话我通常不会用比较鲜艳的那个Color Profile 可是在A343上面标准的Color Profile 屏幕颜色好奇怪 颜色很淡 甚至都有一点灰灰的感觉了 有点像调色的时候特地把鲜艳度拉低 反正就只有那个Vivid是比较可以用的 还有这个One UI Notification需要下拉两次才可以调屏幕亮度 这个有点麻烦 它也还有一些为了压低成本妥协的地方 包括不支援观看HDR内容 感觉比较差的震动 应该就是很多人讲的那个钻子马达 还有这个成功率很低的屏下指纹 手指稍微有一点点水就肯定失败 就算解锁成功过程也比较慢 把指纹识别放在电源键应该会更好吧 这四个星期里面我会遇到一个bug touchscreen突然没有反应 它不是卡机哦 音量键还是有反应的 我锁屏再解锁就好了 这个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啦 虽然A3日常我不喜欢的地方不少 不过它对我来说还是一台很够用的手机 可能我日常的用途很简单吧 早上调闹钟 回复信息 Shopee Lazada接单回复顾客 画一下social media 看YouTube 玩小游戏 逛街 好像也没有什么对手机要求高的事情啦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缺点其实只有指纹识别是比较有影响到我的 来讲一些A343我用了觉得还不错的地方 首先手机屏幕虽然颜色不太OK 不过亮度是够用的 然后它竟然有双扬声器 其中一个是面向前面的 好啦其实现在很多入门款手机都已经有双扬声器了 只是我还是很惊喜 我的手都已经准备好了才发现不需要 A343的外观设计也不错 简洁好看 虽然都是塑料啦 看看这个镜头突起的部分 多么的顺滑不常回程 贵贵的旗舰机都做不到这样 UI的话虽然不是我喜欢的原神风格 不过它算容易用 不怎么学要学就可以上手 也没有广告 还有一些这种小功能 像是开游戏的时候可以把触控关掉 长时间的不锁平 不太确定什么游戏会用到啦 其实我会选A343 最大的原因是 Samsung这一次承诺给2022年的三款A系列手机 就是A343 A53 还有A73 都有4个Android版本更新 还有5年的系统安全更新 哇这个真的是没有几个手机厂商做得到 虽然我不觉得这颗处理器在4年5年后用起来还会很顺畅啦 不过至少有的更新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更倾向于选高性能处理器 觉得几年后用起来还会很顺畅 没有Android更新也没有关系 不过你要知道 有一些App是没有办法装在太旧的Android版本 如果那个App刚好是你需要用到的 你就需要换手机 A343这次还有一个2022年 注意先进的功能 Dynamic Island OK 整体上Samsung A343 对我来说是一台很够用的手机 当然它不一定适合大部分人啦 应该没有什么人对手机的需求跟我一样吧 游戏性能不重要 拍照不好也没有关系 我自己是有电脑可以玩游戏 有相机可以拍照 所以这些我都不太在意 那样这台手机适合谁 像我这样预算有限的人 可以买来当过渡机 或者说你对手机的性能啊 还有拍照这些的要求不高 希望它可以更耐用一点就好 A343你要给长辈用也蛮适合的吧 他们对这一些的要求应该也不高 而且这台手机又容易用 再加上还有超大的容量 可以扩充到1TB 可以存超多招安图 OK看了这个影片 你觉得这台码比1000块的手机怎么样 有你想象中的差吗 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手机对你来说是什么 通讯工具 摄持屏 还是身份的象征 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手机的容量也可以拿来炫耀 现在看到硬碟就跟发现石油一样 莫名的想炫耀 诶我电脑的容量有2.5TB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下一个影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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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影片见